無信軍上年年尾 和老公歐丁萍 去了加拿大見兩個女兒 誰知遇上政府對美、英、家、法等國家 實施熔斷機制 令她滯留當地兩個月 之後冒借唯有繞道萬谷再回香港 搞了一大輪最近終於回來了 最開心的並不是自己 而是Mo姐媽媽 她是開心了很多 雖然我未見到她 但是在過去兩個月 我聽到她的聲音 我知道是有些事 可能是困得太久 不單單是她告訴我她身邊的朋友 都困到有情緒問題 但是在過去一個星期裏 我每晚跟她通電話 我聽到她的聲音是開心了 而且她重複又重複地說 你回來了就好了 你回來了就好了 你出來之後 我可以去你家裡吃飯 她很喜歡吃我做的東西 特別是雞 我怎樣做的雞她都喜歡吃 Mo姐現在還在紅磡酒店隔離 不過不要以為她很悶 因為她有美食相伴 隔離生活都不知多有樂趣 我另外最想念的是珍珠奶茶 其實到處都有珍珠奶茶 整個加拿大這麼大 怎麼會沒有珍珠奶茶 但是沒有一種有健康 健康得來有很好味 三個月了 我沒有喝過 我一回來 過去一個星期裏 我喝了三次 還有就是我的鄰居 她由大埔開車出來買牛腩河 然後再拿來紅磡給我 雖然牛腩河真的到處都可以吃 在外國都可以吃 但是回到香港吃這碗牛腩河 是很不同的 真的很不同的 所以在過去一個星期裏 有很多人問我 你是不是找得很辛苦 一點都不是 因為熔斷機制 Mo姐在曼谷逗留了十幾天 在這段時間 她可以逛街 享享享美食 可以說是恩禍得福 Mo姐亦有為大家 簡單推介一些美食 大家看了就當吃了